中華教育會向中聯辦送交善款超過100萬澳門員 鎮制內地雪災用於災後重建工作 中華教育會表示 德式內地同胞遭受雪災影響 在章節過後 澳門各國校私生踴躍捐輸 表達對內地雪災災魂的一番心意 而中聯辦副主任李本坤 讚揚澳門各界人士熱身捐款 體現一方有難百方支援的中華美德 另外李本坤透露 中央政府將會組織雪災地區的學生 到澳門進行交流